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欢迎来到恩典频道 今天要来介绍一下台湾的防疫旅馆 因为我人到了台湾呢 现在还在三加四 需要先住防疫旅馆 那我们来看看吧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很大的一片窗户 那其实呢 它这里呢是在浴室里面 那除了这一个窗户之外呢 它厕所还有另外一个窗户 所以还蛮令人讶异的一点就是 它的窗户几乎都是在厕所里面 那它厕所也是非常的大一间 我会说几乎是整个房间的三分之一 那它有的另外一个特点呢 是它有提供免制马桶 然后可以看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它这里还有一个给你放衣服和毛巾的架子 那再来呢看完厕所我们可以来看它这里的房间 它是有提供一个书桌 然后书桌这里呢也有另外一个窗户 也是这样可以稍微看到外面 那它这个书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就是它有这些画像 然后呢还有一盏灯 那书桌的另外一点就是它比较低 那还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台蛮大台的电视 刚好就在床这里 所以可以边躺着或是边趴着边看电视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里还有提供一个烧热水的水壶 所以还蛮方便的 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呢 还有提供一个小冰箱 那这个冰箱呢主要呢就是给你放饮料 因为它的冰箱其实一点也不冰 再来呢可以看到它这里呢有一个衣柜 那它蛮特别就是打开的时候呢 就会自动亮起来了 那我觉得它这一整个房间还蛮特别 就是你可以看它的梳妆跟衣柜都有这些画风 其实还蛮好看的 喜欢的人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